鄉下就分得多了 但鄉下的鄉下 大家有沒有去過呢? 而這個真鄉下又有多鄉下呢? 首先由上一條京都溫泉旅館的Youtube片出發 去到京都的JR站 再坐這個直通巴士 去我們第一個鄉下的鄉下 高山市 最近我們終於坐四個多重油車去高山市 四個小時其實很快過 眨眼就到了 反而過來 天都黑了 高山市最有名的 飛駝高山牛肉 放心 這條片裡我們是有吃到的 一會兒再介紹給你聽 高山市有什麼事要做? 到今天第一時間去酒店 先把東西放下吧 其實八川鄉才是我們最終極的目標 所以就要在高山市這裡借宿一宵 其實我們這間酒店就是瀑布位而已 很近很近 今晚住的酒店一點都不差 最棒的就是在鄉下的車站旁邊 而且非常新鮮 最重要的就是這裡也有溫泉浸 既然晚上的高山市都沒什麼事要做 那麼晚一點才會去浸 現在來一個簡單的room tour 這麼棒的一門口 一個洗衣機 還有微波龍 這間酒店還沒想到 先看看廁所 這個尺寸不錯 比一般酒店的廁所是大一點的 起碼都轉彎先 睡房那方面 嘩 基本上有三張床 這個根本也是網紅床來的 嘩 是對著高山市的景 不過高山市是一個鄉下地區 所以其實沒什麼景可以 這間酒店它是新鮮 而且很乾淨的企鱗 不過現在真的要走 因為肚子有點不好 其實現在只是九點鐘 但是很多東西都已經關門了 所以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便利點 24小時的Family Mark 我們的救星 想說進來這裡是非常多人 原來每個人都想來賣食 先生拿著籃子 有些什麼呢 納納納 這是什麼呢 很麻煩的 也很麻煩的 還有一些水果 藏 辣 這個是響式的 可以啊 這個 算了這些不看價錢 這些都不會跪得去哪呢 我說完這句之後 真的瘋狂地扔東西進庫欖裡 咸檸檬雞肩膀 應該是雞肉來的 我先試試看 好在房間有微波爐 所以可以在這買東西 然後盛回去吃 這裡還有多點 其實有一些飯 烏冬 但這些很棒 很棒,炒冬,拉麵 麻婆茄子也有 這個要掙扎 不是,因為我在外室,茄子我吃的 其實也不太貴 $20 每人$20 哇,今晚的晚餐很精彩 雖然全部都是便利店的 嘩大哥,微波爐好像快爆炸的聲音 但這個檸檬雞很香 神經病 今晚的房間一定有很大的味道 好,這次人馬戲 嘩,好吃 居住屋的味道 嘩,超好吃 這個真的是十萬級推介 先試一下這個腩肉,這個好像OK 我覺得可能會像中式燒腩肉的味道 這個不是人馬 不過,其他食物就不逐一拍下了 明早就要去這個八串香 經常忘記到來高山市的目的 做甚麼 無論如何 嘩,外面好好天啊 但是呢,家裡是沒甚麼人的 空空如也的 就算來到街,人影都不多 因為高山市活動範圍不大 所以是比較寧靜和舒服的 這裏找早餐有點困難 因為原來這裏沒甚麼要開的 這個時間 這間又未開 這間也是,又是寫著11點才開門 這間咖啡又未開 我想最後還是吃便利店的東西 搞不定 我們還是回到JR車站附近 走一走 咦,不是麥當勞 那就那裏了 哪有沒有麥當勞啊 死仔 哪有可能沒有啊 再落後的地方 都總會有一間麥當勞 極之有偏見 都是要這樣說的 但是呢 第一,日本人整件事都很漂亮 嘩,還要好吃個人 這隻蝦寶 他們是真的有蝦的 這裏的麥當勞要自己都用垃圾 自己分類的 記得啦 好啦,現在我們回來車站 就準備坐車去百川鄉了 說了這麼久 這次真的正式出發回真鄉下了 由高山市出發 大約坐一個小時的車 就會到百川鄉了 哇,坐了一個多小時的車 終於到了 睡到散了 但是一落到車這裡很棒 有很多雪山包圍著這個村落 為什麼這個鄉下這麼特別 就是因為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八川鄉是位於祁浮縣的西北部 它的地理環境是一個典型的山村 約96%的土地都是森林 這麼多年來都是保留著日本的原始風景 這次我們真真正正回鄉下 這裡的獨特之柱就是這種叫做合掌造的建築 它的屋頂是鋪滿了很厚的茅草 所以從外面看下去 屋頂是特別厚、特別長的 就好像兩隻手掌打斜地合起來 而這一種屋頂更可以避免大量積雪壓到屋頂 最厲害的是 屋頂是一粒釘都沒有用過的 只是用繩和茅草紮出來 就是這樣就創造了一個公獨特的設計了 為了更加了解他們的文化 我們就去這間和田家裡看看 應該是平時我喜歡拍拖進去堡亂我的屋 我們進去看看 這間和田家是整條村裡 最大一個合掌造的建築 也是日本指定文化遺產 原來是要錢的 400日圓 一場來到400日圓 回鄉下這麼久 基本禮儀一定認識 和田家裡展示了很多過去的生活用品 牌那裡寫是有200年歷史的 Wada這個字 我經常覺得好像Wakanda那一字 Wakanda forever 再走進去一點 就可以欣賞一些很傳統的日式空間 不過進來最大的賣點 就是想留在屋頂那裡 不過這個樓梯比較斜 上面的空間感比想像中大很多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近距離見到屋頂的結構 原來真的用繩和茅草紮出來 這個真的挺有特色的東西 亦都展示了養殖蠢的標本和道具 因為八川鄉一帶 有很多人都是以養殖蠢為生 這些好歷史的東西 但沒什麼給我搗亂 這東西不要亂碰 不過上到來 最值得看的其實是景 這個位置真的很漂亮 看到一些合掌造 被後面的山包圍著 真的好像一張Postcard 好 現在先下去 嘩 其實這個位置都比較斜 嘩 拖鞋 不要走 不要走 拖鞋 所以下去小心點 如果不是 其實很划算 400日圓進來欣賞這些日式的故屋 看完最大的間 但這條村子還有很多不同形狀的合掌造 這裡保留了大約100間大大小小的合掌造 而大部分都已經有幾百年歷史 為了可以一次過看完他們 我們上去展望台看 以為很近 你知道原來是走上山的 哥哥 遙望台 對啊 又對 不夠高 怎麼遙望呢 你也對 但這個大自然空氣很清新很香 突然間看到 地下一個渠蓋 是八川鄉的圖案 人家的渠蓋 真是漂亮的 走了十至十五分鐘 終於上到這個遙望台了 辛苦 但是是漂亮的 是一眼看完八川鄉的小鎮 這裡的空氣很清新很舒服 更加上今天的太陽很漂亮 所以限上來是值得的 這個位置就是打卡位 剛才很多人輪到這個位置拍照 因為這個正正後面看出來 就是整個村落 原來這個才是真正的遙望台的位置 我們剛才那個位置原來不是的 不過剛才那個位置拍照也挺漂亮 這裡也寫明原來它是不可以用航拍機 以及不可以用三櫃架的 其實這個位置也不錯 但這裡應該是風了有雪 否則可以再走出一點 但是上來 有多少個手信店 我最主要進去搗亂的地方 來啊來啊來啊 來手信店最重要是買攝石 草攝石是一個我去旅行必定會做的事 它的攝石很漂亮 不是很貴而已 440日圓 不用想啊這個 我第一眼看到這個很漂亮 真的有夏天的景象 總覺得八川鄉中當然是雪景 真的不是這個也挺漂亮 很少看到這麼高質素的攝石 不是這個也挺漂亮 不是這個Puzzle的景色也很漂亮 晚上的雪景 但是300塊很快就玩完了 如果1000塊的話我會有機會買 哎呀真的有1000塊 對呀但這個樣子已經展開了 根據這個Puzzle 原來建一間屋頂 是需要這麼多人在上面的 那它的手信 都是跟八川鄉那些有關的 這樣也好一點 我多怕這些就這樣 隨便買日式的手信就算了 八川鄉種出來的米 它還告訴你 在山法田裡種出來的 很棒啊 一包米蘭2kg 840日圓 哇神經病 我在收信店買了1000日圓 我都猜不到 本來是進去搗亂的 怎知道是在這裡付錢 當我以為可以不用再花錢的時候 是有八川鄉的四季的手帕 在日本看到扭蛋機是很容易賣東西的 想不到來到香膠地方 都可以中招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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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蛋這家東西 哪會扭一次啊 我搶錢下去 我再搶多1000日圓 應該不會像年中兩次菊花吧 粉紅色那個啊 我要中藍色的 其實我的錢都蠻易賺的 藍色啊 藍色哪一隻呢 其實四個款裡面 我已經有三條了 這個啊 這個好多 快步我也不知道要來做什麼 但是就是覺得很漂亮 恭喜啊 恭喜啊 但是我想要藍色 現在 我真的不分氣 我進去再搶多1000日圓 三條中了 反而中不到 我現在不想要那條 太陽花 太陽花 要是你的嘴 真的被它詛咒成功啊 不是啊 剛才那個翻煙的藍色啊 這塊中了中了中了 這塊好多 大哥 我居然花了2500日圓 買了五條毛巾 所以如果大家在日本看到扭彈機的話 掉頭走啊 好久現在下山了 我對八川的鄉 永遠都記得我 是有四條毛巾仔的 五條毛巾 雖然呢 這裡真的在鄉村地方 沒什麼事情做 看看這條小小毛巾到 好嗎 對 因為有塗雪落的水路 神經病 但是呢 這個景色真的蠻漂亮的 那部相機隨便在角落裡拍照 就像Postcard裡面一樣 不錯不錯 拍照還拍照 不要騷擾當地人和他們的生活 除了看合掌造之外 當然有些遊客工作 例如有些特色的手信店 也有家沒有開的寺廟 當然也有飲飲食食的東西 哪走得開的 吃了一串飛驼牛的串燒 500日圓一支 還有這個不知道有多特別的雪糕 好不好吃呢 你看我的樣子都已經告訴你了 基本上百川鄉就走完 大約需要兩三個小時就可以了 因為這裏其實不是太多東西看 所以這個時間就剛剛好 這裏真的很重日本傳統村落的風味 坐了這麼久車來都是值得的 還有也對我們這個鄉下加深了少少的認知 不過最可惜的就是 我們剛剛錯過了百川鄉冬節燈色節 所有合掌造的建築都會開燈 在七黑一片的天際 反射燈光落雪那裡 去製造一個童話世界的雪景 你看看這張照片很漂亮 可惜 真是可惜 隔離到鄉村的地方都很舒服 是另一回體會來的 所以我也覺得挺值得來的 現在我們又回到高山市了 回到我們第一時間去了高山市的老街 三之丁 當地比較出名的商業街 感覺好像進了一套人劇 所有這些很有特色的日本小屋 但誰知道 現在已經關了 五點多鐘已經關了 我們打算明天早上再來一來 可能我們太早來 他又未開門 要睡一點多 我們也有去高山市另一個景點 飛塘國分寺 這裡寫明的是重要文化財產 不過也是那句 已經沒有人了 這裡最大的賣點就是這個三重塔 經過的話可以過來打卡 都是五點多鐘 現在的東西已經關了差不多 而且他們來到這裡 真的很推廣飛鴻牛 好像飛鴻牛是唯一他們的賣點 所以你猜猜今晚吃什麼 沒錯就是飛鴻牛 我們今晚吃這間叫遠鳴 在裡面的人比外面更多 而這間比較出名 所以一定要打電話去訂位 這裡除了餐廳的主要位置 還有一些私人的房間 但是不能選擇位置 根據收拾桌的次序 可以給你位置 這裡的價錢來說 都算中等 7800日圓就可以叫做一份 A5的飛鴻牛 當然便宜又便宜 貴又貴吃 有些一碟都要8500日圓 豬和雞都會再便宜少少 幾百日圓一碟 這裡有個A5飛鴻牛的壽司 這個可能會試一下 兩件都是8800日圓 那吃燒肉 當然要叫一杯啤酒 哇 超棒的 好了 我們點A5飛鴻牛來了 油脂分配都很優勢 呈現出很漂亮的雪花紋 可能需要多點點 因為對我們來說未必足夠 吃之前記得選好醬 有新辣、甜醬、七味粉 還有最想不到的 是檸檬汁 我第一次看到檸檬汁 我覺得會好吃的 我們第一次試的部位就是瘦肉 聽到嗎?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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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好了不客氣了 第一塊來吧 很痛的牛味 是沒有那麼肥的 肉是比較實的 小弟是喜歡吃這一類的 這個不錯 現在我們嘗試西蘭 它有多一點油脂 這個肉是非常好多的 這個明顯地的油是非常好多 咬下去的汁是會爆出來的 但它又不是完全只是味道 它還有一點肉皮的質感 下一位加勒就是牛肉粒 這個肉粒剛剛好笑到 來了 這個很汁 它的油是介乎於瘦肉和西蘭中間的 我覺得這個肉粒很純潔 西蘭對我來說是下油的 瘦肉好像不太夠 所以這個牛肉粒 油脂和肉底的比例是剛剛好 各一半 這個我喜歡 不過我可能太發下定論了 因為我們還有一款 就是這個排骨肉 來吧 嗯嗯 這個比較貼文瘦肉 但它還未到達牛肉粒的程度 它是有油脂 但又未至於到達整個油的一種 四款吃下去其實也有幾大分別 第一我覺得這個排骨肉和牛肉粒 我覺得這個好吃 第二就一定是瘦肉 因為我喜歡吃不太胖的 所以第三才是西蘭 不是說不好吃 紫蘭的口味是比較不太油的 餐裡每個人都有一碗白飯 和一碗小的牛肉粒 混合在飯裡吃 就是這樣 先試一試 這碗的牛肉太甜 不太口味 其實吃到一半 我們應該覺得不夠了 所以我們已經決定沒有飛 幾個五花腩 還有這個 飛駝牛壽司 這個比較特別 所以先試這個 Vitian Maki 坦白說 是沒什麼味道 肉質好像魚 咬下去是很軟 芥末味味很強 完全蓋過了一口味 咬下去是一片很冷黏著的東西 少許失望 還有800日圓兩點 真的生氣了 所以這個五花腩肉 你不要讓我失望 這個好吃不合格 豬肉的醬汁是很澎湃的 咬出來的味道 是有點像吃西式Burger那種豬肉的味道 吃完這餐飛駝牛 我覺得體驗不錯 聽得最多都是神戶牛 但飛駝牛真的沒聽過 是第一次吃的 而且真的不貴 這樣吃都是600港幣 分開都是300元一個人 我覺得值得吃 其實是這樣的質素 但無論如何 這個就是軟鳴燒肉店 晚上沒工作 當然是回酒店浸溫泉 外面很冷 我們現在就來到二樓浸公眾浴池 當然當然是男女分開的 進去之後會有兩個浴池 一個是在室內 第二個是在室外 是有個滑花園 但其實它的色作燈的樣子是有點恐怖 外面是很冷 但這個浴池裡面是很熱很暖 感覺挺舒服的 9樓這裡就是浸私人溫泉和浸腳的地方 浸空間就不用錢 每個人都可以來浸 不過就要收拾一下 至於那個老天私人風呂 就要在Reception那裡預訂 有三款給你選 而我就選了木那個主題 好 浸開 這個就是我們預訂的私人溫泉 旁邊這裡就有個戶外的淋浴間 這裡真的有點冷 但是這個溫泉就太靜下來 這個木桶的溫泉 浸在一個超熱的浴池裡面 再有外面的凍風吹一吹 人是沒那麼辛苦的 好過在墨幣的空間裡面浸溫泉 預訂他們這些酒店的私人溫泉 就是1650日圓 也挺不錯的 有45分鐘用 浸完私人溫泉 浸完腳 這裡外面也有一個很漂亮的 Lounge Area 其實這間酒店真的挺不錯的 它的設施也挺漂亮的 它有新的 它的服務也不錯的 有些奇怪的 好 這間酒店推介推介 好了 現在我們又再走到商店街了 昨晚我們五六點去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關掉了 現在十一二點中下午 應該在海流那一刻的東西 那條商店街其實叫做三之丁 是高山市中部的老街 它特別在這條街保留了在江戶時代的傳統建築 完整地保留當時老街的樣子 更比日本政府指定為 國家重要傳統建築物群的保育地區 終於有人了 這裡不像昨天吃個死城 當然啦 這些特色老街 都是賣了一些日本的小品和手信 原來這間店是一個白套專門店 對啦 它的東西全部都是白套 如果喜歡白套 這裡也有一間Miffy的專門店 先申報一下 我不是喜歡Miffy 我只是被店鋪的外形吸引了我進去 因為這裡的店鋪真的好像古代日本 這種的店鋪只是在漫畫或動畫中的場景 這裡也有很多店鋪賣酒 特別是推廣這種飛駝酒 很可惜來旅行買酒的份量是有限的 所以最後還是沒有賣 除了買東西之外 也有東西吃 就是吃一個飛駝牛的壽司 因為我們昨天吃燒肉的店鋪 我覺得不太好 為什麼這麼多人排 給他一次再試試 這間店鋪不差 有日本很有名的飲食平台 以及TripAdvisor的推介 這裡也有四款選擇 而我們就買了兩款來試試 這兩個就是飛駝牛的壽司 我先試一個Sherlon 我先試試看 這個好吃 我覺得這樣好吃過燒出來的 這個波波覺得如何 沒有,我覺得是RAW 但它是RAW 但是吃下去不覺得是在吃生牛 是,像魚的感覺 我們吃吃其餘這個 我吃這個燒這個 這是鹽燒 嗯,我喜歡這個 這個質地很像Rose Beef 所以這個很漂亮 我也喜歡吃 就是吃個軍艦 真的像鹽燒八爪魚的軍艦 哇,這個介紹得不錯 吃完之後還有一塊米餅吃 基本上整個高山市 我們都走光玩了 真的沒什麼做 所以來到這裡是很慢活很舒服的 而且不斷吃了我的飛駝牛 我覺得你們在日本旅行 怎麼都要一兩天過來這裡放鬆一下 不用每次玩市區那麼扯 但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就麻煩大家幫助我 這位我Youtube教育裡面的生育兒童 只要一下一個like 想不share 就可以大大幫助Youtube教育裡面的Tuber 好了,繼續玩日本 可以看一些旅遊片 OK,拜拜